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最详细的一个杜鹃花的养护攻略啊 首先这个呢是我在网上淘的一颗杜鹃花20块钱啊 是带着这种原来的盆土过来的 根系还是比较健康 用到的是椰康掺了一些腐植土啊 描情还可以 像咱们说到以后呢 你像这种已经开了的花 就是试开不开的这个 它肯定是打不开了 你就给它去掉吧 这个肯定开不了了 都都变成这个样了 好吧 这种透色的这个呢 咱们也都不给它不要了 因为这种这种花苞怎么说呢 在路途上什么来说 包括在咱们家里面它都开不了 这种透色的就给它薅掉吧 别要了 能开就很不错了 豆鹃花呢是一个典型的那种南方的一个花卉 它非常喜欢空气湿度要高一些 就是那种云流雾里的那种感觉 空气湿度越高越哇塞 有的话在南方的本身是在南方它都养不好 这么也是因为在楼房上面很干燥 这种花苞就会打不开 时间长了以后呢都变成这种褐色 慢慢的就干了 一掐 一掐就就干不了了 整个的就不行了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根系 它的一个根系呢是典型的毛细根系 它对于土质的要求非常的高 一定要松软 一定要透气 你像用一些泥土养它 根本就 根本你就很难养好它 你像这种杜鹃花 你看它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野生气候 它都是杀囊土 你就抓起来很杀 就是它不会板结的那种土壤 然后呢就是很潮湿 不会强光暴晒 还很温润的感觉 就是空气很潮湿 盆土那边呢 只是微微的潮 还不会积水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地方它就非常适合杜鹃生长 而且呢温度常年是在15度以上 不会低于10度以下 好吧 这才是杜鹃花生长的一个比较哇塞的一个感觉 它夏天的时候也能避开强光暴晒 这样的话杜鹃才能去野生 也就是话说硬山红 硬山红东北的那个那种杜鹃 跟这个杜鹃是两码事 这种这种杜鹃呢 一般都比例十进口啊 或者是一些毛杜鹃也好 那种是不耐寒的 杜鹃分好几种 硬山红是另外一种了 就是你们以前前段时间 咱们说的那个甘肢杜鹃那个 那个是可以过冬 你包括现在的安库杜鹃 它可以过冬 像这种杜鹃过不了冬 好吧 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说一下一个用盆用土 以及后面的一个养护 那第一步呢 咱们适当的 适当的慢慢的去扒开一些个 它的一个根系 那杜鹃呢 其实是蛮好一样的 你只要是把握住了 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毛病和特点 好吧 来的时候呢 这个根系啊 还是比较潮的 还是比较潮的 大家呢在入盆的时候 就可以用一份稍微干燥一点的土 好吧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配土 花盆选到的是一个7号的花博式素颜盆 大概相当于1.5加仑大小 但是盆底这种呢 你一定要选排水透气的 好吧 所以说我选择的是这个花盆 咱们就不要用什么肥料了 有的话软都这么大 用肥料 不用不用 先树土入肥 先适用环境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大概比量一下 好吧 像我们这个根系 包括这个大小呢 下面是可以不做透水层了 用到的花盆不会很深 如果说大家用花盆的话 也可以像我一样 不要选太深的一个花盆 用土这一块 您可以用椰康 或者松针等等一系列 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松软透气 它是毛细根系 有些大神用沙子 也能把豆浆养好 那是大神 您不是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会 去选择这种泥炭土 这种泥炭土的话呢 我们家也有卖 就是稍微广告一下了 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款土壤 会降低大家养护的一个难度 什么花都可以种 而且是我给大家配好了 这个配方的话 适合90%的植物了 这个配方的话适合90%的植物了 其实种坯就这么简单了 你就是不要埋得太深 找个不要太深的花盆 用土用好一点 那接下来就是日后的一个养候了 首先呢 第一点咱们就说到一个光照 它不喜欢强光的曝晒 很多的花肉养护杜鹃花呢 基本上都是死在冬天或者是夏天 冬天咱们这个就不用说了 冻死了是吧 这个就不用说 还有一部分呢 是家里边有暖气 因为你过年了嘛 杜鹃花开花很好看 然后呢 很多的花肉家里边有暖气 也有暖气的地方 那也是很干燥 结果呢 还给它干巴死了 其实家里面只要稍微温润一些 光照不是那么强 就是人可以晒太阳 暖洋洋的感觉 它可以晒 完全可以晒 但是夏季的时候 一高温啊 一干燥啊 再来一暴晒完了 干屁了 有的花肉都没扛过去 是吧 基本上这两个季节比较严重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更简单了 我就直接放到棚棚里面 有的花肉说 我没有棚 没有棚是吧 没有棚的话 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做一个 家里面你动动 你别做那么大 你可以做小的 有的花肉说 一层不保暖 那你又做两层 大的套小的套娃一样 对吧 你喜欢这个东西就要这样 空气速度呢 尽量维持在50以上 尽量在70以上更好 温度在一块 不要低于15度 光照在一块 我还说了 不要太强 肥料在一块呢 咱们种下去半个月左右 再施肥也晚不了 这样这个时期呢 有的话说 可以用来这种 一摘零之类的吗 像101生年水 这个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杜江花的一个养护呢 简单的到这呢 就差不多了 你就基本上说 很难养死了 但是大家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酸碱度 它是典型的一个呢 那种洗酸性的花卉 有的话说 我用硫酸液 我用醋酸 那都不行 你像南方那边 是天然的雨水多 它天然的一个弱酸性 对吧 你像南方北方 这就是碱性 尤其是浇自来水 有的话说 在南方也是 尤其你浇自来水 实际上沧的水碱多 慢慢的 我们这个土 虽然说是弱酸性的 慢慢的 它也变成碱性化了 它就慢慢的 不吸收了 这个东西很好理解 就跟人一样 有胃 胃部有胃酸 胃酸分泌不足 消化不良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您就可以备一份 这个反肥水了 我是强烈推荐 因为我要卖好几年了 有话说 你又卖头 又卖肥料的 这个你可以不用 好吧 你真想要好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我就 避免一些个嫌疑 反正我们 很多花友都用了 都很不错 好了 简单的就到这了 老花一 养花这张一 希望看了这片杜鹃 养护 大家都能够养得活 拜拜